华言经 入法界评 智慧信念无提心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远道禅院主持建徽法师 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的故事 善才童子上次从不动幽伯仪的地方 学到了求法无皮验的法门 一路南行来到了都萨罗城 在都萨罗城的时候 他要来找变形外道 来到了这个城市的时候 已经进入了晚上 太阳已经下山了 所以他在找变形外道的时候 他就是在黑夜的时候找 那在哪里找呢 奇怪哦 善才童子就到半夜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东边的山上 有一座山叫做善德山 东边的山上发光 没有像一般的晚上一样 这个山上的光明啊 就好像有太阳在那个地方 就非常清楚的看到山上的这些景象 乃至于岩石还有它的树木的分布 那他看到了之后呢就想 哎呀 这个外道呢一定是在这座山上 所以他就从这个城出而到了这个山上去 就爬到山上呢 就看到啊 外道就在这个山上平坦的这个地方 正在京形 虽然他叫做外道 可是长得很庄严哦 完全呢都看起来不像 这以前呢 有看过的这个外道 可能穿树皮 也有可能呢 就是那个没有洗澡 或者是黑黑的脏脏的 但是这个外道啊 非常的庄严 就跟着佛很像 也很像这个大范天王 善才童子呢 他说哎哟原来啊 这光从哪里来 光是从外道的身上发光的 那这个外道一定很不简单 到底他修的是什么法门 善才童子就问了变形外道 变形外道就说 善哉善哉善男子 我现在所修的法门呢 叫做无依无作神通力 叫做普门般若波罗蜜 第一个有神通 第二个有般若 又有神通 又有智慧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他献的这个外道身 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知道呢 佛陀的弟子 一千两百五十个弟子里面啊 都是外道 一千都是外道 有三加色 就是悠罗平罗加色 茄爷加色 纳提加色 他们三兄弟呢 领众一千人 他们本来是拜火教的 那佛陀成道之后啊 他就要去度 这个拜火教的 这所谓的外道 那结果呢 佛陀用怎么去度他 第一个就是要讲佛法 因为外道呢 为什么他会之所以会是外道 因为他的努力跟用功啊 其实是也是跟一般的人一样啊 他是非常精进的 非常用功的 只是呢 他的问题是 他局限在他的肢见 所以局限在肢见 而产生了一个障碍 修行没有办法彻底 所以有所谓的九十六种外道 那你要降伏这种九十六种外道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见解 那产生了这个执着了之后呢 你要怎么去降伏他 就要把他的见解给破除 所以破除他的邪见 让他舍掉放下他原来有的观念 那你必须要能够提出一个更彻底的证件 所以佛陀呢 当时在度外道的时候啊 他是就是用正确的佛法 来跟这些外道进行辩论 进行演说 那最后呢 佛陀的地址里面呢 一千个全部都被降伏 再来就是设立佛跟穆建年 设立佛有一百个土地 穆建年有一百个土地 这两个呢 本来也是外道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很聪明啊 那结果呢 很聪明了之后 就自己创了一个派别 但是他们知道呢 自己还是学习的不够 他没有以此为满足 所以彼此之间呢 就约定了 你们两位呢 如果能够遇到了好的师父 有更好的见解呢 我们一定要互相通知 所以设立佛后来呢 就遇到了佛陀的第一个弟子 就是马圣比丘 就是五比丘之一的马圣比丘 看到了这个马圣比丘的威仪 走在路上啊 我看到一个人的外相 就知道他的法不得了 所以设立佛呢 就往前就去问了 马圣比丘说 你的师父是谁呀 他为什么能够把你教的 这样子的威仪详细呢 想必呢 你心中一定是有法的 那马圣比丘呢 他说我刚刚出家 刚刚修行啊 我没有办法跟你讲得很详细 但是我的师父很厉害啊 我的师父呢 就是叫做佛陀 那我的师父呢 常常教我们 因缘法的故事 这个诸法因缘生 诸法因缘灭 他常常在讲这件事情 那设立佛呢 一听到因缘两个字啊 马上啊 所有的过程 所有的执着 所有的看法 所有往昔以来 想不通的内容呢 全部都因缘两个字 一下子呢 就豁然开朗 所以呢 他就知道 这是一个 很难得一见的大师 因此就赶快呢 跟着他的 带着他的徒弟 还有木建廉 全部通通归头在 佛陀的座下 所以佛陀的 一千两百五十个徒弟里面呢 几乎都是外道出身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变形外道呢 他为什么 要用外道的这个身份 来演说佛法呢 他其实也是因为 要和光同城 这样子才能够呢 有这个机会 去度到这些外道 但是他对于 这些外道的观念 跟知见呢 他可以用正确的佛法 来教导他 而且呢 要叫这些外道啊 真正的舍离 偏差的见解 来这个发心 在正见上 能够精进用功 他是必须要 比这些外道 还要厉害 所以他不只是 要有智慧之心 而且还要有大神通 那这个神通呢 可以降服一切的大众 然后再加上智慧 能够提供 究竟解脱的方法 那这就是 变形外道的一个方法 那也是佛陀 教我们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呢 不只是在 这一个环境 这一个区域 来度众生 因为变形外道 他有神通力 那既然有神通力 他就不只是在 这一个世界度众生 他还随着 他自己的愿心 到三千打千世界 到这个各个地方 随时分身 千百亿的到处 去利益众生 所以他的这个方法呢 随着他自己的 这种智慧跟神通 所以变成呢 他能够自在 至一切处菩萨行 到哪里 他都在度众生 所以其实 他现的这个身呢 看起来是外道之身 其实呢 他的本尊啊 就跟佛 没有什么差别 那乃至于 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因以合身 得度 极限合身 就是每一个人 看到的他 都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 常常就是会看到 菩萨有很多种 不同的身份 那这个菩萨 到底哪一个 才是正身呢 其实也没有 所谓的正身 也没有所谓的分身 因为这一些呢 都是一种方便 都是一种 一时的因缘 而出现的一个 这个假的身 所以呢 这是变形外道的 一个发心 他希望呢 能够更广的 让所有的大众 都有机会 听闻到正法 因为他现身的 这个方式呢 就是很特别 那也是度特别的 因缘 那变形外道 讲完了之后呢 他就在介绍 善才童子 他说 你在往南方走 有一个国家 叫做广大国 那里有一个 卖乡的长者 叫做 幽波罗花 玉乡 长者 那他是专门 在做乡的 你跟他学习 这个志向之法 那也是一个 非常厉害的法门 三才童子呢 听到了 这个变形外道的 介绍之后呢 顶礼 变形外道 一路往南走 那我们下一次呢 再来听 预想长者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